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位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彭德怀元帅的红三军团 这个番号为什么要被取消掉 那么取消掉的原因是什么 又是什么时候被取消掉的 那么说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的话 那么他是我们的红军的创始军队之一 那么我们红军的创始军队是主要是哪两个军团 就是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 那么一军团代表的是谁 代表的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 就南昌起义的余部上了井岸山 秋收起义的余部上了井岸山 最后呢整编为红一军团 那么这个红三军团哪来的 红三军团是彭德怀一手创建的军队 那么彭德怀呢 以前他是国民党乡军 就是湖南军阀合剑手下的部队 由于彭德怀他信仰共产主义 所以说呢他带领他这一个团起义了 起义之后上了井岸山 以彭德怀所带领的这个 起义的这一个团为基干 组进了红三军团 那么这个红一军团跟红三军团 他是我们中央红军的一个基干 那么后来红三军团 为什么把这个番号被取消掉呢 那就得来到第五次反围角的时候 在第五次反围角的时候 那么中央苏区的领导权 已经落在了伯谷跟李德的手上 虽然这个中央苏区这块根据地 这是毛主席跟朱德带领红军打下来的 就是以红一军团 红三军团为基干 由毛主席朱德 他们带领红军打下来这个地盘 但是这个时候的领导权 已经没有在毛主席和朱德手上了 而是到了伯谷跟李德的手上 那么伯谷是王明指派的 我党最高领导人 那么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什么 军事代表 那么这个伯谷呢 又是王明指派的 那么王明呢 其实又是共产国际指派的 所以说是最终 当时中央苏区的这个领导人 其实说白了 根还是在共产国际呢 又是共产国际指派的领导人 那么由于伯谷跟李德的 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 致使我党的这个 第五次反围角就失败了 什么意思 就是当时蒋介石的围攻之下 我们的地盘 就是毛主席打下的 这个中央根据地保不住了 被蒋介石打到没办法了 不得不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 撤出来去哪 其实路上都一直在想 一直在变更地点 说白了 前途在哪里 当时真的不知道 只能是一边走 一边打 一边看 因为当时中央红军 准备去哪 湘西去找红二方面军 就是去找贺龙的部队 那么等蒋介石 判明了我军的意图之后 路已经堵死了 没办法 只好又去找红四方面军 就去找张国焘 那么最终 虽然找到了张国焘 但是张国焘呢 狼子野心 因为当时张国焘的军事力量强 他的部队多啊 他有八万多 将近九万人 那么等中央红军 到了三五年的六月份 找到张国焘的时候 由八万六千多人 打到只剩下一万多人了 所以呢 张国焘觉得 我的人多 我的力量大 我就要自立为王 那么他就要带领 红四方面军南下 另立中央 背叛了中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毛主席啊 包括周总理啊 包括彭德怀元帅 他们呢 就带领红一三军团 就是林彪的红一军团 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 准备单独北上啊 去陕北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北上的部队 剩下多少人了 七八千人啊 那么这七八千人 如果还是叫做一三军团的话 那么这个目标太大 所以说呢 在三六年的九月十二号 在甘肃跟四川边境的 一个小镇叫做俄界的地方 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 决定呢 要重新整编一下 这七八千人的部队 因为当时啊 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那么我们部队的建制 其实已经乱了 为什么 比如说一个师 剩下几百人 就一个师的人已经打到 不剩一个团了 所以说呢 急需部队 整编这是其一 其二也是为了便于指挥 那么这个时候 应该缩减 或者取消掉 哪些部队的番号呢 那么首当其冲的 就是红三军团 当时红三军团呢 彭德怀任军团长 而且红三军团 我前面说了 他的根呢 是彭德怀 从平江起义 带出来的这个部队 所以说 从情感上 彭德怀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但是 这个取消掉 红三军团 番号的 恰恰是彭德怀 本人提出来的 因为红三军团 相对于红一军团来说 前面我说了 红一军团 第一兵强马壮 那么就是相对 红三军团来说 那么第二 红一军团可是我们 革命的第一支军事力量 是南昌起义 跟秋收起义的部队 合编成的红一军团 那么如果要取消 番号的话 那么只能取消掉 红三军团的番号 所以说 红三军团呢 就在36年的9月12号 番号取消掉 彭德怀呢 就没有再继续任 三军团的军团长 而是任了改编后 部队的总司令 那么改编后的部队 叫做中国共同红军 闪干支队 彭德怀任总司令 那么毛主席任政委 叶剑英任总参谋长 那么这个闪干支队呢 分了三个纵队 那么第一纵队的司令是谁 就是林彪 因为他本身就是 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嘛 那么二纵的司令是谁 彭雪峰 彭雪峰这个人 大家可能不太听过他的名字 那么他呢 也是从学生时代 就入了共青团 然后入了党 其实他跟彭德怀的三军团 没有很深的渊源 他是后来呢 被中央指派到三军团 去认了政委的 所以说呢 在彭德怀 离开三军团之后呢 就让彭雪峰 认了第二纵队的司令 其实二纵呢 其实就是彭德怀的 三军团的一个基干 那么第三纵队呢 就是中央二局四局 包括中央政治保卫局 包括中央的总部 包括一些红军医院跟学校 红军的这些文职的干部 组成的这个三纵 由叶剑院元帅 担任了三纵的司令 这个呢 就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 为什么被取消了 翻号的原因 那么很多人这里 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朱德总司令去哪了 诶 朱德总司令不是参与了长征吗 怎么这个时候 朱德总司令在 陕南支队里面 没有职务呢 对 要知道 这时候的朱德总司令 他是跟张国套在一块 就是等在 三五零六月份 一四方面军在冒功会师的时候 那么为了整合 红四方面军 和加强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 毛主席他派了朱德 跟随张国套 被编入到红四方面军里边去了 那么同时毛主席还派了 他最信任的 红五军团 就是董政堂的军团 还有红九军团是 何长公的这两个军团呢 也并入到红四方面军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这些 因为第一四方面军 本身接触就比较少 那么大家把部队这样红起来 就是为了让红四方面军 能更好的理解中央的这个政策 北上的政策跟方针 其实是为了团结 红四方面军的力量 但是没有想到 张国套裹挟着什么呢 五军团九军团 以及朱德总司令南下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北上的闪钢支队里面 是没有朱德总司令的 所以说呢 在北上的闪钢支队 彭德怀其实是认了 整个部队的一把手 但是哈 这个闪钢支队这个名称啊 没有持续多久 等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 因为陕北还有谁 因为陕北还有红25军 26军 27军 25军呢 是徐海东的部队 26军 27军是刘志丹的部队 那么25 26 27军 他们三个军呢 又组成了一个红15军团 所以说呢 很快又恢复了 红一方面军的这个番号 那么红一方面军恢复之后 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继续还是林彪 但是红三军团呢 由于当时在陕北 大家可能对陕北不太了解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中央红军 能在陕北立足 红军当时能立足的地方 大家记住 一定是交通不方便 或者就是在几个省的交界处 那么比较相对来说 贫瘠落后的地方 这种的话 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部队 那么他们的手伸不到这么远 所以说红军团的落脚 那么同时代来的问题是什么 在那个地方 人力 物力 财力 各方面缺乏 那么由于这些原因的话 红一军团能够恢复已经不错了 那么中央当时就没有更多的人力 物力 财力 以及兵员去恢复红三军团 所以说至此之后 红三军团就是在我们红军的历史上 这个番号就已经彻底的取消掉了 但是彭德华元帅领导的红三军团 在历史上的功绩是永远不会被谋灭掉的 好 那么今天关于红三军团番号的取消的这个故事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